大家好,我是薛格菲,圣诞节了,说跟朋友约个饭,结果朋友给推荐了这家米其林一星叫Cote的韩式牛排馆 这家店位于曼哈顿22街五六大道之间,P0,Flat Aaron和Union Square 对于我这么土的人来说,能进趟米其林一星也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跟纽约大多数高档餐厅一样,这家店里面也是黑漆漆的,仿佛这钱都花在了买牛肉上,结果没钱买灯 坦白说,其实店里的装修还是挺有特色的,尤其是门口的Bar整得挺好 还没等上桌,我就已经喝上头了 这家店的菜品基本上是韩式烤肉混搭美式牛排馆的感觉 你可以单点,也可以点他们家的两种套餐 Butcher's Feast 64美金一位,或者Steak Omakase,每位185美金 他们家的牛肉主要是美国和牛,就是日本和牛跟美国安格斯牛杂交的这么一个品种 以及USDA Prime级别的牛肉 我们想着来都来了,那就奢侈一把 于是点了Steak Omakase的套餐 套餐里给的第一个前菜是盖着海胆的生蚝 海胆和生蚝都挺新鲜,也没有腥味,好吃 第二道前菜是盖着鱼子酱的生瓣牛肉配炸面包条 这仨不管分着吃还是混在一起吃,味道都不错 跟所有的韩式烤肉一样,这里的肉也都是服务员帮着烤的 当然了,毕竟是米其林一型,服务员对烤肉的火候把握的还是可以的 不会烤一半就忙别的去走吧 顺便提一句,这个成肉的案板是个名牌,叫Jung Bruce Block 看这个厚度,估计外边至少要卖100-200美金了 肉的味道确实是可以的,因为肥瘦搭配,吃上去也不会有光吃和牛的那种肥腻的感觉 另外要夸一下这个蘑菇,烤出汁的蘑菇非常鲜 跟肉搭配在一起吃,味道好极了 当晚最坑的要数这个黑松路了,小哥推着小车过来的时候,徒老帽的我还以为这一堆都是我们的 谁知道人家是拿电子秤腰着按盎司给的 这个黑松路呢,需要额外付85美金 服务员拿着黑松路给你磨几片到鸡蛋羹里就完事了 反正我们用松路搭着鸡蛋羹和牛肉都是了,大家都觉得没啥大意思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这舌头啊,被重油重盐重麻重辣的日常饮食给毁了 品尝不出这用简单的烹饪方式烹制的高端的食材 但不管如何吧,也算体验过什么叫黑松路了 而且这照片拍出来确实还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 总而言之吧,这家店的味道和品质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呢,你如果跟我一样饭量偏大,那这一顿饭肯定是胃不饱你的 我们吃完之后,我就又跟朋友上江湖东点了一盘肉,喝了两杯才算吃饱 套餐里这碗面真是绝 面条,上面盖份,和牛,然后葱丝,然后用滚烫的这个汤浇上去 味道特别特别特别的鲜,千万不要夹他给的那个辣酱 看看人家米其林餐厅是怎么切橘子的 你要在家这么搞,你妈是不是得追着打你 临走之前去上了个厕所,才发现他们家地下才是别有洞天 原来他们的dry edge的牛肉都藏在这儿呢 中文